Hello,大家好,我是DK文文,欢迎收看战舰世界,喜欢文文视频的朋友呢,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文文的视频,也欢迎大家来投稿,那投稿邮箱就在我们的左下方,今天呢是文文给大家带来一期Rank的视频,那么这里的话Rank呢,我最近这两天啊,我会把那个Rank史之前啊,我打的一些素材的话呢,我来整理一下,那么是给大家一些意见建议啊,那么可能会给一些人一些灵感,因为 主要是我从巡洋和驱逐两方面去做,因为国服的话Rank史之前,嗯,战略剑太多了,然后呢,排队的因素啊,会有很多,那么我会把它会放在Rank史以后,那么我们来就着重的来说一下战略剑,那么在Rank史之前啊,我都是以巡洋剑和驱逐剑为主,呃,为什么呢,因为这样的话,其实巡洋剑和驱逐剑排队相对比较快,因为战略剑好多嘛,所以说你要轮,对吧,轮到你了,排队吧,轮到你了才有,但是巡洋剑, 然后驱逐剑只要是人数一够,直接就能进了,那这里的话,文文的投稿微箱就在我们的左下方,大家可以把你的录像文件,以及你的战绩截图打包一并发给文文就可以了,然后呢,欢迎大家加我们的Q群,工会阶队群,以及啊,我们的一个微博,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,那最近的话,文文在筹备啊,我们的第一届的锦标赛,那么想要那个参加的朋友呢,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群, 然后呢,看群公告就可以了,那想要带练的朋友,我们这除了练技以外呢,我们这也推出了rank的业务啊,嗯,前期国服还没开的时候,在呃,美福翁服还有,呃,亚服的时候,我们已经是,呃,已经有做了好多,就是说是达到rank一的成绩了,那么也是,欢迎大家来清零,嗯,那想要做坚持打手朋友呢,可以叫我们右下角的打手群,请看群公告,对吧, 那今天,嗯,哎,觉得我声音怎么样,是不是好很多,对了,早上我又去掉了一瓶盐水,嗯,昨天九点多,读书发完视频以后就睡了嘛,睡到今天凌晨三点钟起来,觉得迷迷糊糊,然后,哇,一两三四八度,自己吓一跳,额头上差不多可以做铁板烧了,嗯,后来我又到医院去掉了一瓶盐水,现在顿时觉得人神清气爽,感觉好很多哦,平身第一次掉盐水,以前都是反正他病嘛,反正他生病也能请假,对吧,待在家里很开心, 读书的时候也好,上班的也好,难得轻松,嗯,现在的话,我觉得是有一份责任在,每天大家那么多人呢,看我的视频,我觉得,嗯,脱根不行,所以说,现在状态还不错,啊,鼻子也稍微通了好多,我觉得,啊,先给大家做一下,那么,像德群的话,我比较推荐是两艘船,一艘是轰鸣呢,我在后期要回头,还有一艘就是德群,大家可以看,初期很多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我们的聊天窗口,对吧,我们的聊天窗口这里的话呢,我初期也是跟队友多多沟通啊,其实很多人喜欢走壁, 对于我们这一点来说,我把这里的话,呃,放慢,我来跟大家说一下,呃,这里的话,等一下,等一下,哎,哦,这样子就可以了,那我来把它放慢,因为放慢有时候弹不出来,就是说这张地图来说,好像类似一种教学一样,就是说分左下和右上,相对于来说的话, 右上角的,呃,右上角出身点,其实我觉得是会更加有利点,为什么,他们在走笔点的时候,他们在走笔点的时候,可以沿着,悬崖键可以沿着九线走,因为九线的话,这里有很多的岛屿,可以帮你挡,因为现在基本上rank10,直接排队的话,航母数量是完全不足,你能在一个队伍当中遇到航母,这个真的是已经顶天了,是属于那种, 中彩票级别了,那剩下的话,就是说你可以说,在没航母的情况下,巡洋舰可以往九线包抄,对吧,因为这里的话,有几个岛屿,可以来作为一个,打黑枪的地方,因为巡洋舰毕竟初期的话,需要帮驱逐,但是的话,也要注意规避战略舰的炮火,那么驱逐也可以走,中间也好,走这边也好,那么,从这边左边来走的话,他们这边是属于一个开阔地, 而我们这里的话,我开局推荐,是在左下角出身,是往A点去,那因为右上角出身的话呢,往B点这里优势会比较明显,但是我们左上角走的话,可以看我这条通路的话,战略舰其实问题不大,你从外线,本身战略就是扛伤害的,游导反而不好,对吧,你会让驱逐舰很好来接近你,但他们驱逐舰可能会要绕,绕很远的路来雷战略舰, 那么,基本上绕到这里,他从这里如果说,他从这里,看我说吧,一路走过来,雷的话是我们剃头,其实伤害很少,但他想雷侧面的话,其实我们驱逐舰这里,按照掩体啊,包括我可以看,开局的话,我这里,这里有山,两堵山啊,我从这里出山的话,这两堵山也是可以挡战联视野的,炮线的,所以说的话,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,而且,为什么要用纽伦宝,因为纽伦宝现在驱逐相对比较强势,纽伦宝的作用在于,他可以很好的, 来,进攻驱逐舰,我们可以看,这里技能的话,好吧,速度加快,我们把它回到一个,好,回到一个正常这里驱逐舰亮了,然后呢,可以看我这里的话,该可以看,他这个使用时间120系嘛,但他没有写,他可以看,像德系的一个水蒸的话,他可以达到4.98公里的一个,呃,侦测范围,所以说的话,而且还有鱼人,所以说你可以看哪怕驱逐在烟雾里面, 他其实只要是不要跑到4.98公里,我其实一样是可以对他造成输出,他马上就要消点,像4.3公里,我打一轮以后,这边鼓音也要出来,我也是切着AP弹,所以说,而且他的因为射角,其实是非常不错的,所以说的话,我在这里是切成了AP弹,打一轮,有没有好的,两发核心,再跟一轮,四发核心,八经九,再吃雷,该你锁,拜拜,直接就带走了,而那个驱逐的话,虽然说他是进了烟雾, 但是的话,我们右下角有一阵风风,而且他已经残血了,前面那种首要目的任务,我是要先把古银搞死,因为古银对我威胁力非常大,他侧身出来还是能甩鱼雷,所以说我优先打,呃,少打了一轮驱逐剑,要不然的话,我这边古银,我慢一点,这个话,你可以看,有时候在山后面,你无法判断敌人的时候,你可以用鱼雷来看,对吧,他到底是前进,还是后退,诶,对面的驱逐也是亮了, 我这里看一下,哦,驱逐这里还稍微慢一点,我这里也看看,哦,咱们这里驱逐也出来了,我这里的话是在转炮塔,把速度降低一点,然后呢,而且可以看,德群的鱼雷啊,角度射角会非常大,我这里的话,放了一波散射雷,啊,是要防他一波,那他这里的话,肯定是减速,而我加速的话,是以拖刀罩,拖刀的状态就不怎么容易,啊,吃雷,而且的话,我上手就是可以,看我瞄着他的一个鱼雷管,他直接是一发鱼雷管,是被我打坏,现在轮机, 也被我打坏,我直接拖刀走,那他就是瞬间瞎了,对吧,打驱逐,打哪里,就是要打他鱼雷管,需要来,干你说,拜拜,而这边的话,右边风风,也是和我们家的风风也是对峙,我是帮忙在打一轮,而且我们家风风的话,血量还可以,看看这里一轮的话,能不能把人头说,我打一炮以后,我就不想去管他,能收就收,收不掉,哎呀,还剩122点,收不掉也没关系,对吧,那基本上我们家风风就是有绝对的一个优势了,他没有血量帮忙也是搞不定, 这也是看看我们家队友的走位,这的话还有一个克里夫拉安,那旁边的话金刚,因为大部分已经是,敌人大部分的部队已经是被我们减免,巡洋剑干的,或者是规避战略剑的炮,然后呢,火力覆盖,然后呢,就这样去,呃,打击敌人的驱逐剑,以及巡洋剑,把他们战阁分开,分开了,可以看很明显,呃,德群的话,AP弹的输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,我一轮AP弹的话,打上去,其实可以打一个小,小的一二千,一二千点伤害,三千多可以打得到, HE的话就没有那么高,所以说的话,他的AP的实用性效果也是会非常强,这些的话,克里夫拉安要出来呢,我总会先拖刀,不要看纽伦宝,或者是克尼斯宝翠啊,他真的是摆的角度还是可以,好的,四号炮塔,哎呀,没有穿,我这些的话,补了一个提前量,那么是,想他如果是加速的话,也会吃累,我这一秒的,他是,哎,好的,炮塔下方,弹药库可以看,呃,克里夫拉安打我身高能,但是我有鱼雷啊,所以说的话,问题也不大,而且的话,克里夫拉,该你说拜拜,克里夫拉的话,他的 一个装甲带啊,和他核心去,真的是非常难打,金山肉博为什么用德行,好处就在于,他是设计好,然后呢,我是出了一个炮塔的转速,所以说是,非常的好用,另外一点的话,就是说是,两边都有带鱼雷,对吧,四乘三的鱼雷,这个就跟区别没区别啊,六公里,谁跟我刚啊,对啊,完全都不慌,而且这里的话,打新墨西哥,呃,我是先用了HE,这里的话呢,就说是什么,先把它点着, 小火,对吧,因比他血量多嘛,那么我他存管用了以后,我准备先是把他一些小配件都打坏,而且这样的话,伤害是OK,但团案HE伤害的话,明显看没有AP带来的高,那肯定啊,一个是打金刚,一个打新墨西哥,会不一样,好了,他这里已经是招火了,我看能不能再点一层,因为一般的话,战略剑是要点两层火会比较好,就像我们船的一样,一个是中段,中段的两层火,战略剑的话,一共四处招火嘛,船头和船尾 是最难找,而中段的话,两层火是最,最好烧的,我觉得,嗯,现在如果说能开发一个插件,就是说是在人的名字上可以显示,他到底是着了起团虎,对吧,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,那也是蛮好用,呃,方便直视嘛,看上去会比较清楚一点,呃,希望不要做的不和谐,对吧,看上去会比较和谐一点就好了,而且的话,那,另外一点啊,我是在,在试HE,可以看,因为他有时候踢头踢尾的话,就会很难打,有时候的, 伤害打不出来,现在我是用HE,其实伤害并不,并不高啊,基本上就感觉是,像,有杀一样,对吧,才200多,我这一切的AP弹打打,如果说是,命中率够高的话,其实伤害还是比较可观的,啊,这个有,有,有点水, 390,但是不像HE啊,有那么差,他有时候会比较高,你看,1900的伤害,对吧,这里还是有呢,战斗也是马上结束了,那么这局会,涨得会比较快,所以我前面也是稍微中断了一下,跟大家说一些初级的一些打法呢,希望大家可以尽快到,让他使,啊,爬坑,因为,让他和野队会完全不一样,对地图的理解啊,各方面,都会不同, 那也是感谢大家,啊,收看本期的视频,那他马上去墨西哥就要死了,那我们也是下期再见咯,拜拜 哎呀,人头没收到